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讲一款即将在我国登陆的新车 那个就是 Toyota 的 Veloz 其实在我们之前的影片 讲到关于 Produre D27A MPV 的时候 就有很多朋友问 那么这个 Avanza Veloz 什么时候来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 Avanza Veloz 因为目前我们好像还没有仔细讲过这一台车 讲这个 Veloz 之前呢 我们就要先讲这个 Avanza 的背景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Avanza 这款车 Avanza 是 Toyota 为了东南亚的路况 专门打造的七人座车型 这一款车在当时的开发成本达到了9000万美金 以当时的货币兑换率来看的话 大概是3亿4000万马币左右 而这款车为了兼顾到印尼市场那种标崎岖 然后当地民众这个需要载重的需求性等等 所以它采用了非常独特的半承载式车身设计 也就是说它有 Leather Frame 但是它的这个 Leather Frame 跟车身的这个股价 基本上是连在一起的 也因此这款车具备了很出色的承重能力 以及载重能力 而且重点是它是一个后轮驱动的车款 所以它很适合拿来载货 也因此这款车在泰国市场发布之后大受欢迎 之后陆续登陆了马来西亚 菲律宾 泰国 甚至是南非等等的市场 而且在这些国家都大受好评 重点是这款车在马来西亚的累计销量 已经超过了150千 也就是15万啦 所以以一个非国产的车款来说 这个车的销售成绩是非常出色的 只是在这几年呢 这个消费者对于这个载重的需求慢慢的减低 加上这个 Toyota Avanza 的车型 确实老旧了 所以销量开始节节下滑 另外呢我们的国产汽车制造商 Proton 跟Produe 也推车了 Elza 跟 Exola 更加的价廉物美 因此这款车很大的轻视了这个 Avanza 的市场 所以 Avanza 现在变成比较少见的车款了 从 Avanza 诞生到现在 已经差不多接近了20年 在这20年间 东南亚各国 马来西亚 印尼 跟泰国 都有着很大的进步 所以这些消费者呢 用车需求 从以前的载重跟耐用 变成了他们需要舒适跟配备 始终大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在全新一代的 Avanza 开发上面 他们做出了很大很大的改进 第一个改进就是采用的这个 DNGA B 的平台 DNGA B 的平台呢 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低重心跟高刚性 而且重点它是一个前轮驱动的平台 也因此它少了这个后轮的传动轴 因此它不会压缩车内的空间表现 我相信各位做过上一代 Avanza 的朋友都知道 Avanza 的空间表现其实并不是那么出色 而且非常的弹调 而在这个 DNGA 平台的加入之下呢 新车空间表现变得非常的大 而且它的舒适性也获得了提高 重点是它还流行现在一个趋势就是 Car Camping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厂的主打影片呢 也一直在强调这款车可以去户外交游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多用途的功能 另外呢原厂在设计这款车的时候 也顾虑到现在是 Crossover 的时代 所以这款车的设计也不像以前的传统 MPV 那么的平庸 它的外观设计呢其实还蛮运动化的 尤其是 Veloz 这款车 新一代的 Avanza 有两个车型 一个是普通版的 Avanza 一个是 Avanza Veloz 我们之前的影片也有提到 Prodo 的 T27A MPV 就是基于普通版的 Avanza 打造 那么 Veloz 呢 Veloz 将会有 UMW Toyota 引进 这款车为什么会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呢 因为原厂既然把 Avanza 的定位提升了 那么自然也要做出一些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如果我们单单从外观上面来看的话 Veloz 的外观设计会比起普通版的 Avanza 还要精致很多 甚至有一些网友戏称它是 Mini 版的 Wheelfire 虽然我觉得不是很像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 这个全新的 Avanza Veloz 在外观设计上面 其实还是很帅气的 至于它的车尾灯呢 也是非常有辨识度 原厂采用了成本不低的 3D 连贯式 LED 灯珠 从尾巴看去的话 它的辨识度非常好 一眼就可以看出它是 Veloz 加上它还比较有 Crossover 的外观设计呢 我觉得这款车来到马来西亚市场之后 应该会受到一些消费者的喜欢 至于在内装的设计方面 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内装 如果不告诉你它是 Avanza 的话 你绝对不会想到它是 Avanza 因为原厂真的导入了非常多的高质感设计 以及高科技元素 例如说这款车的仪表呢 是一个 7 寸的数位化仪表 这数位化仪表是在之前的 Avanza 车款上面 完全看不到的 另外呢 它还有一个独立式的触屏主机 支援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然后在这个排档杆基座跟左右的门板呢 都有这个氛围灯的设计 大家可以想象到吗 Avanza 竟然有氛围灯 这个是很多比它定位更高的车款都没有的配备 而从官方公布的这个官方图来看呢 这个氛围灯的设计其实还是不错的 另外呢 为了提高它的实用性跟空间的运用性呢 Avanza Veloz 也采用了电子手刹车跟 Auto Hold 普通版的 Avanza 只有手刹车 不过偷偷告诉你啦 D27A 其实也是有电子手刹车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实用性跟安全性的配备 安全性配备方面自然不用多说 它拥有非常丰富的 Toyota Safety Sense 主动安全配备 例如说自动紧急刹车 前方撞击一景 车道便宜警示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等等它都有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 应该没有主动式定数选招 因为印尼的版本是没有的 我们就看看马来西亚版本会不会给我们惊喜 接下来后座的空间运用性非常的广 你同样的可以有载人载务的需求 你可以把椅子倒平运载体积比较大的物品 你也可以把椅子倒平用来当这个Car Camping 的使用用途 如果你要载人的话 那么七人座的设定 都可以让你身在非常的多的人 而且据说后面两个座椅呢 坐大人也没有问题 这个是上代Avanza 所做不到的 当然除此之外 原厂也考虑得到 这一个东南亚的气温其实是比较高的 因此呢 它在后面 也就是它的车顶呢 就有一个冷气出风口 而且是有独立的brower 所以后座的乘客实际上并不需要担心它的这个 后面会热死还是有什么情况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贴心的 这几年东南亚市场的Cross Oval MPV 车型吹得非常的烈 从2016年的Honda BRB 开始 再到2018年的Mitsubishi Xpander 这一次Toyota也加入了战场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Xpander 在马来西亚的销售成绩非常非常的出色 所以我估计呢 UMW Toyota 就是看到了这个七人座的市场 还是有非常大的潜力 所以才会打算加入战局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上一代的Avanza 是采用CBO印尼的方式贩售 但是在这一代的Avanza Veloz 则是采用CKD 而且它是和Produa D27A 同一个工厂中下线 也因此它在售价方面应该会很有竞争力 我个人估计 Toyota 的 Veloz 在售价方面应该不会超过15万令吉 我觉得大概是在9万2千到9万5千之间 这个是我个人的猜测 如果真的是以这个价格来犯错的话 它的价格会非常有竞争力 加上外观跟配备也都更好 我相信它会成为我国的Xpander杀手 因为目前Xpander真的没有对手 如果Veloz 来的话 到时市场就会很精彩了 如果你也打算买一款7人座的车型的话 那么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Veloz 不过目前为止呢 我们没有这款车的详细详型 不过据悉以外它会在今年的下半年上市 率先上市的会是Produa的D27 MPV 之后才到Veloz 所以未来呢 有消息我们会进一步的为大家送上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Produa跟Toyota的分工 其实还是蛮明确的 因为Produa的D27 MPV 虽然说它也是Avanza 但是它主打的是平价市场 而这个Veloz呢 主打的就是有质感的高价市场 其实两个还是有一点点落差的 至于怎么选 就看大家的budget到哪里 我个人两个都喜欢 但是还是要看了车先知道 如果未来有一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回大家送上 所以大家记得留守我们的频道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也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是Avan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